107年度县长辈公务人员桌球赛 25日在彰化县立体育场体育馆隆重开打 来自彰化县议会中央及彰化县政府 与县府各附属机关学校 乡镇市公所 国营事业机构等各方桌球好手 齐聚一堂 以求会友 公务人员平常工作都很忙碌 有些要接受人民的撑起案件 有些一些计划有时候也都要来加班 所以我们为了要考虑公务人员的压力 疏解他们对沉重的工作 所以我们举办桌球的比赛 每年的桌球比赛提升我们桌球的技能 也让所有的公务人能够达到强生健身 也让彰化县成为一个运动的彰化县 本届赛事共有37队伍报名参赛 将近400名选手同场竞技 县长卫明谷为选手们加油打气 勉励参赛同仁 以求会友切磋球技 在竞赛中疏解工作压力 并勉励各选手全力以赴争取夹击 公益频道徐世昌彰化采访报道